我的妈 担子岛却有这么多兜兜龙 关键每一天都得免费乘坐 后来我才发现啊 好像是担子岛发生了变异 你们看 这个路比火车居然停下不动了 不仅如此 一旦我按了滚动 那就是直接停不下来了 对变形术砸到的人 也会永久保持变形状态 如果进入参数门 就会进入无限的虚空状态 即便是复位也没法回复 原来想在聊天框里求救 却还在聊天功能也不够了 完了 这一下可怎么办呀 我来 大佬 你居然也在这个蛋仔岛啊 给你个蛋仔岛 我要看 都怪你 这下我可咋办呀 等会 大佬你这声音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天上去好玩熟呢 什么技嘉大佬 我是小子呢 我今天上线看到你在线 就传输到你的导火 结果一进来 我绝别出了技嘉大佬 发生什么事了 好家伙 看来这座蛋仔岛 都已经错乱了呀 我们得想办法让岛屿恢复正常 可是你知道蛋仔岛错乱的原因吗 我不知道啊 那你在这啰嗦半天有什么用啊 赶紧想想办法 我身上这堆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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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 正常了一台时光机 咱们想穿越时空 只能来这儿了 他说淡宰岛都变异了 这家美术馆不会有不正常的地方吧 你放心吧小子 我会保护你的 先来找找出门的钥匙啊 我看你来看乔生的画 总感觉这画还没有画完呢 有道理啊 好像少了个眼睛 那咱们给他把眼睛填补完整 我去 这画怎么突然活了 别紧张好不好 想不到钥匙居然藏在画里 走吧小子 赶紧出去找时光机去 我的妈 这美术馆还挺大的呀 你快看企画 总感觉里面的人是活的呀 小子 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你看这个雕塑 颜色都没涂就摆出来展览 这家美术馆也太简约了吧 这雕塑 一等不会突然动起来吧 不可能的 让我打开这扇门看看 哎呦们 想不到这地方还有好看的 这小姐姐真甜美 啊 哎不是啊 这危险提示是什么意思啊 这么美的小姐姐 那有什么危险的呀 哎瞧你们 还能和她当秋仙呢 然后啊 还能对话 挺智能的雕塑啊 经过对话我们得知 想要出去 必须得往前走 找到她姐姐 娃娃 你发现没 这里的展品全都是眼球啊 不只是雕塑罢了 别担心啦 继续往前走啊 通过一个长长的走廊 前面这个红衣女孩 就是她姐姐了吧 娃娃 你别冲动啊 看着红衣提示 极度危险 嗨 人家在柜子里呢 这能有什么危险 来了老弟 我去 这啥玩意啊 恐怖蜘蛛人嘛 别看了小子 怎么赶紧跑啊 想跑 门都没有 我去 这四条腿比八条腿快多了啊 完了完了 都要被追上了 哎 啥意思啊 怎么不追了 好家伙 看着吓人 和着压根没危险呢 来小子 给我拍个照 记得给我拍的帅一点 老头 你是不是忘了 怎么来干嘛的 哦 对对对 赶紧走 找时光机去啊 那你问问那个小姐姐 为什么要害我们啊 不过奇怪的是啊 当我们回这房间后 刚刚给我们指望的小姐姐 居然消失了 更诡异的是 美术馆里的东西 居然都活了 没办法啊 我们只能尽量 绕过他们前进了 还好这些话的时候 没法随意伸索啊 通过中间的缝隙 就能通过啦 随后啊 我们便来到了一家地下室 终于在这里 找到了时光机 好家伙啊 原来藏在这里啊 怎么办小子啊 咱们去拯救弹宰党 兄弟们 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伴 可以轻松 让整个弹宰岛乱套 只要带上钩子技能 释放钩子的时候 触碰这个绳索 只要钩子正常飞出去 就能让弹宰岛 发生变异混乱 事不宜迟 我赶紧去试试 我来 去你呀的 呵呵我的大犯吧 我就知道是你在搞事情 不是 我还没动手呢 你们打什么 少废话 差点被你折腾死了 你今天必须挨顿揍 打死你个鬼魂 不少了 我再也不敢了